網路連線 你可以看到一些這些東西 我們用file 這裡有產生一個new 或者它已經有一個template 什麼是template 你按template它有一個template 它這個template 就是它已經設定好的格式 你按照一樣畫葫蘆 大家看這一個 第二個是不是這樣子的形式 那第三個template呢 就是這樣子 有美國圖形 你這可以把它換成什麼 台灣圖形跟這個你可以換成bar chart 這個圖都有 然後再來這個 然後再來 這一種類型 然後再來這一種類型 或者再來這一種類型 這一種類型 它現在提供一些template template知道吧 你只要把資料再輸進去 這是template的 這些形狀 好 除了template之外 它還有一些sample給你 它有一些sample 哪些sample就已經做好的 做好的資料在這裡 比如講這個是第一個做好的資料 隨著不同的sales 然後它的成長是怎麼樣 隨著這個 然後map 美國地圖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指針圖 還有 還有就剛剛看的那個 比例圖 然後再來呢 再來拉選不同的product 就還有剛剛的什麼 這是不是剛剛的問卷 也可以剛剛的問卷 然後這個是 那個一樣original的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icon icon icon就是全世界的這方面地圖在這裡 然後它還可以做日例 line chart linbox 這個 美國地圖 然後place actor 然後slider 這個也是問卷 這個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種不同的例子 好 我簡單來講 我選這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一個例子在這裡 就是我把 我選這個template以後 大家看 它的東西其實 就很簡單的 放在這裡 大家看怎麼簡單 這個東西 就是你剛剛可以拉過來拉過去 我把這個弄掉 這個東西 我按這裡 這是兩個不同的 但是你可以把它合起來 這個 我按右鍵 我按右鍵property 我就可以進入 或我按兩次 我按兩次 這裡就有什麼 chart title 什麼是chart title 你這裡要填什麼嗎 chart title 你這裡要填什麼 在這裡我先補充一點 假設你要打入中文 假設你要打入中文 你要在它file這裡 它有一個font 你要改 記得 font這裡你要改 改成什麼 它font default 是verdana verdana這個東西 但是你不要這個東西 那你要什麼 unicode font option 你用unicode font option 這個東西 它是embedded font option 我用use use non embedded font recommended for unicode unicode 那我用這一個 我按ok 你這樣才能輸入中文 比如講這一個 我按兩下 我這一個title 你看它是用什麼 我按兩下 它實際上是剛剛我講的這一個 剛剛我講的這一個值 它用的是這一個 懂這意思齁 所以它點選這一個是我的title 大家看 我按ok 這次就變了 這就變了 對不對 好 那我也可以什麼 我不要用這title 我這title改成 謝邦昌 我在那裡改成謝邦昌 那subtitle也可以啊 統資系 統資系 這個東西可以 那我這裡可以改 那不要忘記category 跟valuey 我們這裡沒有 data range 那我可以告訴它 我data range在哪裡 它告訴你 data range在這裡 你要告訴它data range 知道吧 你至少要知道你 圖形在哪 data range ok data range告訴它以後 你要告訴它 series number在這裡 這是series 這是series1 在這裡 那series在這裡 series1在這裡 series1 那告訴它是在這裡 沒問題 series1完以後 你要不要告訴它category 你也可以告訴它 你要哪個category 我category是這一塊 12345678910 1月2月3月這樣子 那這也很簡單 好 這個弄完以後 大家看 這裡改成謝邦昌 統資系 那你怎麼去改這些東西 dreel down behavior behavior是幫你看 這個size要多大多小 那這我先不弄 alert 顏色的大小 我們最重要的條 appearance 什麼是appearance 這個 謝邦昌這個font 我要給他什麼 我要給他的是 那個楷書 我要給他的是什麼 18 這個 應該是appearance這裡 behavior jear down 沒有我要點選到這裡 title填在哪 user user value behavior alert 應該是改在這 font這些種種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這樣弄完以後 那再來改這一個 這一個也一樣 series1 series2 你這裡 點選完以後 你還可以給他一個title 都完以後 他這裡有font 你可以改font behavior 然後這些 好 這些改完以後怎麼辦 你都認為沒問題以後 你這些認為都沒問題以後 你按preview preview 按確定 按確定完以後 你就可以知道 1 2 3 4 5 6 7 8 這樣子 這是 東區 西區 West 這樣 一一的點選 他之間就有差異 然後南區 之間的差異 然後preview 你覺得不錯了 好 那這個呢 preview preview完以後 那我就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Export Flash 檔 HTML 檔 然後 PowerPoint 檔 PDF Outlook 檔 檔 HTML 我也給它TTT TTT的名字 好 儲存 它就存成HTML檔 那我也可以給它什麼 PowerPoint的檔 PowerPoint的檔 我就給它TTT PowerPoint的檔 儲存 好 那它就變成PowerPoint的檔 然後 就一個PowerPoint檔出來 就剛才這個PowerPoint 你PowerPoint一秀 這裡就出來了 這就PowerPoint PowerPoint完以後 我們還可以PDF PowerPoint出來 然後再來PowerPoint 我還可以做PDF Export到PDF Outlook也一樣 然後PDF 一樣是TTT 儲存 好 那大家看我剛剛的這些檔 我把它弄 剛剛的TTT Flash檔 我現在不要那個東西了 我是直接Run這個東西 Flash檔 這是Flash檔 允許 因為我這個是安全性的問題 那這是Flash檔 Flash檔就出來了 好這Flash Flash出來以後 我的 再來HTML檔 網路檔 我這個就可以把它放在網路 一樣 這安全性的問題 允許內容 好 這就 這就Flash網路檔 這是在網路上面 好 然後最後一個 TTT已經有了 我們再來是PDF 它 PDF Play 這好像是我PDF的 這所PDF的問題 這本身是我PDF的問題 不是這裡的問題 是PDF的問題 好 所以它也可以做PDF檔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個東西可以做 大概五六種檔 所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做這個的時候 在做這個的時候 其實是很簡單的 但是 後面你要構思成什麼樣子 其實是最難的 好 那這個東西 你當然可以 我要產生一個新檔 New 不要修改 那這個你就要構思啦 比如說我要產生一個新檔 Py chart 我把它移過來 移過來以後 那我要做不同的slider slider 你要什麼 這個 好 我應該不是這個 single value 我要做一個slider slider 我做這個horizontal 這個 做這個slider 那接下來我就要把資料輸進去 輸進去完以後 這個輸進去都完以後 preview 那它就可以幫你去看這個整個結構 那你就要去做什麼 做這個東西 那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講的 Crystal Excessus 這個東西 有誤會 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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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二向 广 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